我们是要参赴兄弟兄弟 不然今天会继续在社区 在这个地方来做这些工作 感谢大家 萧士顿台湾苏联学院 每年最重要的一场高尔夫球募款活动 举办当天乌鱼密布 雷雨交加 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赛事 并于晚间的颁奖餐会上 大家都有感而发地表达心中的感受 我在想说 今天大家能够来参加高尔夫球赛 都是非常有善心的人 因为松田学院真的对我们社区 所有的前辈身心灵的健康 有很大的贡献 那我就今天早上开车 要到球场的时候 我想说 奇怪这么多有善心的人要打球 为什么天气这么糟 又有闪电又有打雷 后来我才想到 为什么 因为想到小时候看布袋戏 如果有重要的人物要出场 金庸山山水起山谷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大家一开始球开下去 天气就慢慢好 所以今天所有参加早上球赛的人 还有今天晚上来参加晚餐的人 大家身体一定会非常健康 也会非常的有福气 今天早上我很高兴 第一个下雨 我吓一跳 后来我想说台湾有一句话说 富豪 所以我越来越希望 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 特别感谢长期以来 希望你向他受到大家的爱护 因为你的鼓励 因为你的疼痛 你的大人的痛恨 我们可以继续走 我在这里代表所有当初 所有的师生 给大家亲自的岁下 平日以提供年长者 一个退休后学习环境的 松年学院 由于对学员仅象征性的 收取学费 因此每年需依赖 各种活动的募款 来打拼学校开销 使得这一场目标 五万美金的募款活动 总是获得桥界善心人士 大力支持 而且风雨无阻 热烈参与 对照当天恶劣的气候 终究能雨过天晴 波云渐锐 因此该院许胜红院长 在残会上 也表达了说不完的谢意 感谢侨胞 帮助松年顺利走下去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 真正是五分立步 大好 沾到整身腹 不腹 这叫做 这个国风雨 会随时过去 再来就是 立头 热热 和大家的温情 今天大家的疼心 和相应 在这个地方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大声爱 对心力来 还有一点来 感谢大家 感谢这些 幽默 感谢这些 好朋友 感谢社团 每一个人 三个支持 和相应支持 感谢 该院为了帮助年长者延缓老化现象的到来 开设了许多才艺课程 让银法族在轻松无压力的环境下 继续学习自己有兴趣的课程 开心过着每一天 许圣红本人就是身受其惠的最佳写照 他以平日所学的绘画技能 挥洒出生动的国画创作 加上落款表上框 在高尔夫球赛的颁奖晚宴上 赠送赞助者 使得这一份感谢别具一一 更显优雅大方